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陳詩敏 近年興起競速無人機運動,相信不少人都對他充滿好奇 今集請來競速無人機港隊代表黎珈琦 和我們分享這項運動的有趣之處 和接下來出戰世運會的備戰情況 歡迎你,Kennis 你好 首先請你簡單介紹一下競速無人機這項是怎樣的運動 以及是適合什麼人去參加的呢? 其實我們競速無人機,大家可能會和航拍機有點搞亂 但其實我們都是用四軸的無人機,我們自己組成的 我們就會在一條指定的賽道裡面透過眼鏡 在飛機的視角鬥快完成這個比賽 有時候可能我們的比賽裡面有不同的障礙物 或者一些指定的動作要做 我們就會要在這些高難度的動作裡面鬥快去完成 我們就鬥時間了,所以我們就被譽為空中F1贏 其實近幾年已經很多人都玩一些項運動的了 我們會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很小的選手 而我自己認識也有一些退休人士玩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項目其實都很適合年幼 或者長者一起玩的 哦,即是沒有什麼年齡限制 其實都沒有什麼年齡限制 因為好像我身邊這樣,我認識一些十幾歲的小朋友 他反應快一點,當然他的手機就可能會更快 但是我們都認識一些退休的人士跟我們一起玩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交流 那可能老人家他們玩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可以令到他們有更高的滿足感 所以其實在我們眼中,競衝無人機這個項目 其實是適合任何年紀一起玩的 嗯,那其實當初你為什麼會開始接觸這行運動呢? 其實就有一點點機緣巧合 那當初我其實是玩航拍機為主的 那我主要是出去外面,好像一邊攝影發燒友那樣 到處去拍攝 那就很幸運在2018年的時候 因為香港有機會參加第一次的世界錦標賽 那香港要派出代表 那其實其中一個要求就需要有一個女子的運動員 那而當時我也都認識了有份參與這個運動的人 那他就建議我,不如試一下我這麼貪玩 那不如試一下可不可以轉型 轉型成為一個競速無人機的選手 那那時候就靠他們一路培訓我 那我就很幸運成功可以參加到那次比賽 那也都是因為那次的比賽 那我就變成一個玩競速無人機的選手 其實做一個競速無人機選手 需要符合什麼條件 或者其實那個入場的門檻高不高的呢? 其實我覺得玩這項運動最需要的就是耐性 因為其實最初我由航拍機轉去競速無人機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有幾多錯感 因為其實最初掌控航拍機很穩定 很多智能輔助的動作 到我們變成去玩競速機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這些電子輔助 很多時候都靠我們自己自身的訓練 去做這些比賽去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當初我記得我又升起一部機 成功可以圍繞到一個小的公園 飛了一個圈 我都用了好幾個星期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需要大家的耐性 還有要有征服這個困難的一個勇氣 他們才會玩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都說好像很好玩 拿上手玩 很快就… 因為最初你要成功明白怎樣去飛行 這個過程裡面 你肯定很多跌跌撞撞 跌完之後就會爛機了 爛機又要回去砌機了 其實這個過程其實挫敗感很大 如果你克服到這件事 成功飛到第一個圈 我都記得我第一次成功可以轉型 飛到一個圈的時候 其實滿足感真的很大 也都因為這個滿足感 而引伸到我繼續 願意玩下去 剛剛聽到你提到 其實那些競速無人機 和你普通的紅白機 其實主要是靠自己選手去砌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那我們的競速無人機 其實我們這部機的構造 其實大致和一般飛機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算是由摩打 飛架 飛控 圖傳 接收 以及鏡頭 去組成的 無論大機小機 我們那個組裝其實都大同小異 但是我們每一次比賽的時候 每個比賽都有它的規格 譬如可能要指定的接收 指定的圖傳 甚至是指定的軸距 所以我們就會因應我們的比賽 去組裝不同的飛機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除了我們要懂得去飛一部飛機之外 其實我們都需要一般的電子知識 去組裝我們的飛機 哦 那你本身是否 本身自己有沒有學過這方面的東西 電子方面 其實都沒有的 不過我以前小時候 手行玩模型 學一下看燈 看性 所以其實我個人對辣雞 不太說它 哦 其實自己本身對這方面 也算是有一點興趣 所以就算是如果自己組裝 其實也算是簡單 組裝的過程其實就不是太難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都分享很多不同的經驗給我 就算是一些新的產品 其實他們也很用途 只不過是說可能 組裝了出來 到我們自己去調整我們自己 專屬的飛機的時候 可能每個人的習慣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呢 在調整機上面 就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 哦 即調整那方面 反而是需要的時間會更加多 是啊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飛手 我們打肝都有我們的習慣 例如有些人喜歡很敏捷的 動一點點的肝肝 那架飛機就可以給你很多反應 有些人可能 不是的 可能他覺得介意不到這麼靈活的 那麼他們就需要自己的手 去做大一點的動作 那麼這些這樣的微微調整 其實都是每個飛手都有他獨特的習慣 嗯 那通常要那個調整 或者說改裝一部機 以及加上事緣調整完 其實通常要多長時間呢 如果幸好我們每天都可以去玩到一部真飛機 其實我們都可能要用一至兩天的時間 才可以真是成功做到一部真是很跟手的飛機 哦 是的 剛剛也看到 因為今年其實6月 那個小型無人機靈就正式生效了 那其實對你們練習來說 其實有些什麼影響呢 其實因為小型無人機靈生效了之後 那其實我們正規我們比賽的機種呢 其實都已經是去到A22級數的了 那但是重量去到A22級數而已 那但是可能我們的速度啊 甚至是我們的飛行的方法啊 那可能和民航處的小型無人機靈呢 都有一點點相違背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 在我們沒有場地 沒有一個固定的場地底下呢 那其實我們都很多時候就要靠身邊的朋友啦 會不會有一些室內的地方 可以借給我們大一點點 借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飛一下部機 試一下手感 那但是你說如果真的做一個正規的訓練呢 那就坦白我們現在就真的沒有場地 那變相呢 所以我們就可能要轉用一些很小隻的飛機 就是下250克的飛機 在一些室內的地方 那希望自己不要對真飛機太過陌生 有一個飛行的手感 那其實我們現在九成的時間 都已經轉戰了去模擬器那裡了 哦 我有點好奇就是 模擬器和真飛機呢 那個手感上是相差多遠呢 其實它現在 其實做的象徵度很高的 但是呢 有時候有一些真實的物理 就是一些物理的慣性 那其實它都會 跟真飛機真的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 其實有它的好處就是 好像現在來的 細運會就快來了 就快來了 那其實它早兩個禮拜前 已經公佈了細運會的賽道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模擬器 在這麼大的環境裡面 熟集一下 究竟原來他們未來的賽道 究竟是怎樣擺放 我有什麼動作要面對 那其實我就可以盡了 去適應了那條旅程 到我真的去到現場了 看到那條旅程的時候 都不用那麼陌生 哦 即是其實模擬器做練習 其實都可以有個 好處就是 可以預先去練頂先這樣 是的 預先我們可以 因為始終好像我們這次這樣 我們細運會的場地 其實它擺放是一個 正規的微式足球場 其實香港要找一個 這麼大的地方 都很難 那所以更何況 你就說要搭建一個 這麼像那個比賽的場地 其實已經可以接近是無可能 所以無儀器某程度 好就好 可以讓我們提早些 去實習了我們的比賽 究竟那條賽道是怎樣 嗯 是的 剛剛都說到 那個小型模型機靈的生效 可能就會對 對練習上面 可能有少少影響這樣 那其實你希望政府 其實可以提供些什麼措施 或者一些配套去支援你們的非手 其實我們之前 很久以前 我們都曾經試過接觸過 政府不同的部門 那其實我們都密室 都有一些地方 一些位置 相對對我們來說 非手來說 是一些安全的地方 可以做聯習的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 有機會可以開放這些地方 幫我們去使用 正規使用 因為其實始終我們現在 去密室一個場地 正規去做一個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的安全措施 做不到招航萬策 還有那個投資是靠我們 飛手自己自己給錢 其實我們都很難去應付這個 那如果政府真的可以 給到一個合適的場地 給我們自己去飛 可以合法地去飛行 還有在飛行的過程裡面 也都有相對安全的措施給了我們 其實我們飛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 那個心理壓力 或者我們的鼓勵這麼大 這個是 純粹有自己好奇的 在哪一類場地 會比較適合一些 其實好像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 沒有人根本就 可能它本身是遺風了 不會說有一些 行山的人士 或者一些老過的人士 那麼容易進入到的地方 甚至是 那些地方本身已經做了一些遺風 那麼其實因為我們飛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一個 這麼高速的練習裡面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 或者一些動物這樣走進來 而我們是不傷到它 其實這個東西是我們 所有飛手裡面最擔心的 那麼所以其實 如果它有一些場地 譬如可能一些背水褲 它一些頂 其實它們已經遺風了 根本就那些行山人士 不會走進去的 那麼我們在裡面 去做一些練習的時候 其實我們相對就 一來我們自己可以安全 以來也都可以保障到其他 公眾的安全 那麼其實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嗯 好啊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當然 我們會開始 chooses 為了 我們會開始 找人 的 人